美国15万汽车工人罢工,美国汽车大巨头迎来重大考验,在美国汽车工人联合工会的组织下,福特、通用、斯特兰蒂斯、三大汽车厂的15万工人罢工,要求美国汽车公司涨薪40%,并提供固定福利养老金,这一要求遭到三巨头的拒绝,因为成本太高了。 如果答应的话,三巨头每年的人力成本将增加450亿到800亿美元,三巨头提出的方案分别是,福特加薪20%,通用加薪18%,斯特兰蒂斯加薪17.5%,可这一次美国汽车工人联合工会非常强硬,不达目的,事不罢休,为什么美国汽车工会选择这时候罢工呢? 主要有三个原因,其一是美国大选即将开始,民主党或者共和党在这关键时刻,都不敢得罪工会,得罪工会就等于得罪选票。 美国汽车工会实力非常强大,拜登也只能在两边打酱油,劝说双方尽量和解,让汽车公司提高福利的同时,也让工会把要求降低一点,但工会根本不把拜登的话放在眼里。 其二是工业准备了很多的子弹,可以跟美国汽车三巨头打一场硬仗。 很多人不懂,这些美国工人去罢工,就不怕没钱吃饭吗? 其实工会自有它的运作逻辑。 美国工会有三大资金来源,一是会员费,你加入工会,要交会员费。 二是政府拨款,工会具有公益性质,可以拿到政府拨款。 三是企业经济补助,这部分比较少,但也有一些。 为了准备这次的大罢工,美国汽车工会筹备了8.25亿美元。 凡是参与罢工的工人,每周发放500美元的应急生活费。 在罢工期间的医疗类临时支出,也可以由工会承担。 按照美国汽车工会的预算,这笔钱最长可以支持罢工持续11周,这就是一个拼财力的过程。 汽车公司也可以对质干,共同承受损失,看谁账上的钱更多。 等到工会的钱烧光的时候,工人们自然会来上班。 但是汽车公司也会因停产而蒙受巨大损失。 不过对于长期与工会做斗争的美国汽车公司而言,都会保留大量的库存车。 只要还有库存车可以卖,汽车公司都会选择斗下去,大不了就停产轻库存。 因此工业如果没有足够的钱,是不敢轻易罢工的。 其三是美国汽车公司正在转型电动汽车的关键时刻。 福特、通用、斯特兰蒂斯三大巨头都在面临电动汽车转型的巨大压力。 电动汽车产业竞争只能快,不能慢。 更何况,他们已经远远的落后于特斯拉,也落后于中国、韩国。 在燃油车领域,美国汽车被日本、韩国汽车打得很惨。 日本汽车在中国销量下滑,但在美国市场却是上升的。 韩国现代汽车集团狂标猛进,成为全球第三大汽车品牌,年度销量超过600万辆。 日本丰田能稳住年销量在1000万辆以上,主要靠的就是美国市场超越福特,荣登第一。 韩国汽车在美国更是拳打大众,脚踢福特,成为美国第三大汽车品牌。 大家老说百年福特,毁于长安,这个锅还真不能让长安来背,福特不只是在中国销量下滑,在全球销量都是下滑的。 2019年,福特全球销量还有490万辆,但到2022年时,就只剩367万辆了,减少了123万辆。 2019年,通用汽车全球销量为774万辆,到2022年只剩584万辆,减少了190万辆。 至于斯特兰蒂斯集团,是合并了PSA集团、菲亚特集团、克莱斯勒集团。 在斯特兰蒂斯集团中,美系的克莱斯特早已边缘化,销量贡献最大的是法国的PSA集团,超过300万辆。 其次是意大利的菲亚特集团,美国燃油车既打不过德国,日本又要被韩国、中国汽车持续抢占市场份额。 在电动化转型中,福特通用还不如德国大众,也不如韩国现代,更别提中国电动汽车了。 当福特通用斯特兰蒂斯遭遇罢工时,马斯克忍不住嘲讽称,特斯拉给员工分享股票,许多特斯拉员工都通过股票变成了百万富翁。 其实特斯拉的时薪并不高。 在美国,特斯拉员工的时薪为45美元,而福特通用的员工时薪为64到67美元。 但特斯拉的优势在于全员持股,特斯拉把一部分股票分配到每一个员工,加上股价一路走高。 这让特斯拉员工获得了很丰厚的股票回报。 马斯克本人是非常反对工会的。 在马斯克眼力,工会不利于企业效率,会阻碍生产。 看到福特通用斯特兰蒂斯遭遇工会罢工,这会拖慢美国汽车三巨头的电动化转型。 自然是有利于强化特斯拉的市场优势。 在与福特通用斯特兰蒂斯的竞争中,特斯拉还有一个无形的优势,特斯拉没有工会。 按马斯克的说法,我发的工资比工会要的还多,工会只是肥了少数管理层的腰包。 没有工户的干预,特斯拉的生产效率也远远领先于同行。 新能源汽车不仅在重构美国的汽车工业生态,也在重构美国汽车行业的劳资关系。 在我看来,在这场斗争中,美国汽车工人工会不一定能赢到最后。 若是工会逼急了,美国汽车三巨头会集体把美国工厂关掉,转移到墨西哥去。 美国本土的汽车制造业会进一步的空心化。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菲恩表示,尽管目前还没有举行更大范围的总罢工,但如果劳资双方不能达成新的合同,那么任何选项都是可能的。 三大汽车制造商大罢工,对汽车市场和供应链都将带来影响。 最直接的影响是这三家车系工厂陷入停产状态,汽车产品交付时间延长,库存减少等。 这将对汽车销售收入造成损害。 牛津经济研究院预计,这三家公司的近15万名工会工人最终举行罢工。 此举可能导致美国约三分之一的汽车停产,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压力,并推高新车价格。 汽车产业链较长,罢工事件将对供应链产生连锁反应。 美国汽车产业的供应链复杂而广泛,包括数百家供应商和制造商。 罢工将导致供应链中断,对零部件供应和整车生产造成重大困扰。 每家车企的一个发动机场或者变速箱厂的罢工,就足以关闭将近四分之三的美国装配厂。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历史性罢工,不仅威胁到汽车工业,还对美国经济的整体稳定,产生了严重影响。 汽车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,是该国最大的制造业部门之一。 根据密歇根州咨询公司安德森经济集团的一项研究, 汽车三巨头罢工十天,就会导致超过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。 汽车行业约占美国GDP的3%,罢工还将影响美国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表现。 当前汽车行业处于电动化转型中,各大车企在电动化领域加大了投入。 劳动成本的提高将加剧汽车制造商的压力。 通用汽车总裁瑞斯表示,工会的工资和福利提案,将使通用汽车面临高达1000亿美元的成本压力。 这一成本估值是目前通用汽车总价值的两倍以上,通用汽车无法承受这一负担。 福特汽车也在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,最新提案将使其劳工成本翻倍,公司将面临无法与非工会的对手进行有效竞争的困境。 如果按照UAW所提的方案,福特的劳动力成本将大大高于特斯拉、丰田和美国其他外资汽车制造商的劳动力成本,而这些汽车制造商使用非工会代表的劳动力。 而要解决这场历史性罢工引发的问题,劳资双方需要重新开始合同谈判,并积极寻找共同的解决方案。 这需要双方的妥协和灵活性,以满足工人的合理要求,同时确保汽车公司的竞争力。